好 那麼您剛剛看到 其實你看我課程呢 就是教學過程 我是用新制圖方式做 你看我們的主軸 第一個是剛剛跟各位分享 怎麼加入對不對 再來軟體安裝特色 稍微介紹一下有沒有 我們就從這裡開始了 然後呢我就在下面 所以這個也是新制圖啊 只是我原始規劃的 如果用這個給你看 比較沒那麼好看而已 那如果我們把它轉換成 剛剛那種新制圖方式 就是說您在展示的過程裡面 是看起來是比較 視覺上是比較美觀 但是實際上是相同的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已經先解決了所謂的字型的問題 現在就是把那些圖片啊 是不是加進來 那當然有可能老師會不會用到超年解 有可能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幾個部分 那首先第一個 因為我剛剛字體已經好了 所以今天呢 你即使要再加入別的 你看我點到別的地方 點到別的地方 如果你打到文字 有沒有可以增加文字進來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還要增加其他文字 就不要客氣 點下去就有了 點到它 有沒有你剛剛用的是 就跑在最上面 你不用每次都重新再找一次 就不用每次都重新找一次 點到它 因為如果你沒有選到 比如說像我們中文 你沒有選到中文的字型 你打了很久 它還是不會理你的 它還是不會理你的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那至於字的大小啦 這怎麼設定應該就不用我講太多 因為大家都很厲害 所以我在這邊 我就可以稍微把它小一點就好 那至於說這個範圍 你們自行調整都OK 這樣就沒問題了 好就沒問題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這些圖形 你看這裡有 有沒有很多一些 向量的圖形 像這一塊是屬於向量的 你看一般我們在 做簡報的時候 會不會有這個 也會有對不對 雷同的 所以呢 你可以自行的去調整一下 這樣要怎麼連結 然後呢 往下走 有沒有邊框的大小 你要粗一點 你要細一點 顏色 是不是就很簡單 就可以做好了 你就可以自行去做調整 好就自行做調整 所以它當然上面也有很多的樣式 所以如果說我剛剛講過 老師曾經用過Place的話 你會發現 在這用程度快很多 尤其你不會受到所謂網路連線的影響 不會受到網路連線的影響 那這個檔案又是在怎麼樣 又是在你自己的電腦裡面 所以你只要有軟體 你就可以直接用 那圖形的部分呢 它有分很多的類別 都把你分成別類做好的 當然我們剛剛有提過 像這個是屬於公開的 就是說免費的 你點一下馬上就進來 而且呢它大多數的 所謂的這些向量的 您用滑鼠滾輪就可以調整它的前後 因為它是向量的 所以放大縮小會不會是震 不會 當然你也可以用點震的 也可以用點震的 只是呢它裡面如果有向量的 我們當然就盡量用向量的 像這樣我就可以很輕鬆的進來 輕鬆進來 點到別的就可以回來 那麼如果您有看到 右上角那裡有一個Pro的 這邊還沒有 應該有 後面 比較後面應該會有一些不同 因為有242頁嘛 看都看不完對不對 所以你也可以用關鍵字搜尋 關鍵字搜尋也可以 那我們看完這些之後呢 你看 這樣子 如果說我今天 有一個連結 比如說我們在這裡 我們希望讓大家知道說 你可以到我們的上課錄影片 假設我們這裡 我改一下 你點兩下 所以我打字應該不算慢嘛 對不對 可是有時候用講的 真的也可以比較偷懶一點 像我們剛剛一樣 好 你如果不管是圖片還是文字 它超連結的方式可能 就跟大家之前用什麼 簡報的方法不懂 簡報是直接就把文字做超連結 對不對 這邊沒有 那超連結在哪裡 往下往下 有沒有找到它 這個 就是這個link 它是 不管你是圖片還是那個 你只要 用畫的 它的好像是蓋一個東西在上面 所以今天呢 你的超連結多大 跟你的內容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那你就直接從這邊 它的有一個網址有沒有 你可以選擇 一般大部分現在應該都是網頁的連結比較多 網頁連結比較多 那麼它也可以連結鏡頭 所謂的連結鏡頭是什麼 我們在PowerPoint裡面做超連結 可不可以今天點到這個就跳到第四頁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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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可以吧 可以跳躍 所以呢 它不是只能出去 它也可以就是自己文件裡面的連結 這樣也是OK的 好 這樣也是OK的 因為有些時候 可能你簡報的順序 可能會隨著使用者選擇的什麼 那個 內容不同 我就跳到不一樣的位置 去做講解 這樣也是可以 好 那這個部分在我們的Place裡面 其實也有 也有類似的概念 那要不要加上轉場 這你就可以自己決定 像這樣 第一頁我假設跳到這裡 確定 有沒有就進來了 所以呢 我們可以直接預覽一下 你就預覽當前 就是我現在這一頁就好了 滑過來 這邊 按一下 有沒有就跳過來了 當然其實 你知道這裡的話 你就直接點這邊 也可以回來 因為它下面的導覽列 其實還算方便 那如果你不知道 你的簡報到哪裡了 你就直接按一下 下面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縮圖 好 從這邊 那這些功能 其實我們在PowerPoint裡面 就比較沒有 它雖然也可以跳 但是 感覺起來 跳的方式 就跟這邊有一點點不一樣 有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這幾個部分 這 加入插演 這些圖片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對不對 那它的這個圖形啊 它的圖形 其實並不是只有 我們剛剛講的這兩個 你看 再往下走 有沒有不同角色 因為呢 您剛剛所看到的上面這些 這個是屬於不會動的 下面呢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角色 Flash 這些是屬於會動的 是會動的 假設你想要找個人 來做說明 卡通版的 有沒有發現這裡面 女生就有很多個人 但是我們這邊就有什麼 VIP的 有沒有 這就屬於付費的 所以 你如果想 做個簡單的說明 點到它 這樣有沒有一個動畫 就進來了 就像這樣子 那它因為是下亮的 所以說 您就會 進來的時候 人家的那個注意 就會有點不一樣 好 所以 像這個 那這個是角色的部分 那麼 您在這邊呢 特殊不知道比較沒什麼問題 這個 直接找 那Flash裡面呢 也有一些動畫 你現在看到這些都是所謂的動畫的部分 所以 點下去 這樣 有看到了吧 對不對 那因為Flash本身也是屬於向亮 所以放大縮小不失真 好 放大縮小不失真 像這樣 所以 您就可以很專心的把你的內容 因為你選了範本 所以 是不是就只要把你的內容放進去就好了 所以 找到一個好範本很重要 哈哈 這個 是 是什麼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哈哈 因為老師只要負責把你的內容做好就好 好 就負責把內容做好 所以 他 整個學習上 應該我相信會比您用拋門更簡單 那當然 以後如果這些內容不夠用的時候怎麼辦 可不可以增加 可以 但我們再來看怎麼去再增加出來 畫面還給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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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